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康特满心欢喜地前往与阿祖法会面 在他的内心深处 笃定地认为阿祖法已然彻底原谅了自己 这份认知让他的心情格外舒畅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美好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自己与阿祖法的生活正逐步迈向正轨 他精心规划着 构织了新的土地 满心期待着在那片土地上建造起属于他们的爱潮 他天真的以为 只要能够巧妙地避开妈妈的窥探 就能够与阿祖法携手相伴 尽情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而康特全然不知一场风暴刚刚席卷过阿祖法的世界 就在他昨日离去不久 他那行事乖张的妈妈便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静止冲向阿祖法架 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闹 阿祖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中 身心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与冲击 他的心中满是委屈 愤怒与恐惧 曾经对康特尚存的一丝希望与信任 在那一刻也被消磨殆尽 如今的阿祖法心灰意冷 对于康特继续走下去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期待 他深知若继续与康特纠缠不清 便意味着要不断承受来自康特妈妈的无理骚扰与暴力威胁 而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忍受的 今天康特怀着愉悦的心情前往阿祖法架 他的脑海中满是与爱人重聚的美好憧憬 丝毫未察觉到即将扑面而来的惊涛海浪 当阿祖法的视线触及康特的那一瞬间 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恐惧与愤怒如火山喷发般瞬间爆发 再也无法抑制 阿祖法的身体微微颤抖 声音带着明显的颤语说道 你知道你妈妈是怎样的一个恶魔吗 她竟然跟踪你找到了我家 自从你上次离开后 她便如鬼魅般不断地骚扰我 昨天更是险心酿成大祸 她企图放火烧了我的房子 如今只要一想到那可怕的场景 我就忍不住浑身发抖 满心后怕 康特在听到阿祖法决然提出离婚的话语后 内心如遭雷击 瞬间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与不安之中 她的眼神中满是焦急与恳切 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 阿祖法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的爱你 这份爱深沉而真挚 从未有过丝毫改变 妈妈的那些话都是胡言乱语 你千万不要被她误导 更不能因为她而放弃我们的感情 然而 此时的阿祖法早已被康特妈妈那一系列疯狂且恐怖的行径下的魂飞魄散 一想到昨天的千军一发的危急时刻 如果康特妈妈真的得逞将房子复制一具 那么尚在屋内年幼无知的小女儿阿斯曼将会陷入怎样的绝境 她的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后怕与自责 这种恐惧如同一把利刃 深深地刺痛着她的内心 让她对这段婚姻彻底失去了信心 阿祖法的眼神坚定而冷漠 她毫不留情地回应道 康特如果你真的爱我 也爱我们的孩子们 那么就同意离婚吧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你妈妈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恶魔 她绝不会轻易放过我 只要我们还在一起 就注定要每天生活在她那无休无止的威胁与骚扰之下 而你呢 面对你妈妈的种种恶性 你根本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和孩子们遭受痛苦 所以此刻离婚才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好的选择 唯有这样 我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孩子们 让我们远离着无尽的恶梦 阿祖法的语气强硬而不容置 阿祖法的语气强硬而不容置 他心意已决 不再有任何动摇 在他看来 与康特继续维持这个婚姻 就等同于将自己和孩子们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他不能也不敢再冒这样的风险 而康特则站在原地 满脸的无奈与绝望 他深知阿祖法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可他又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他们曾经拥有的美好爱情与幸福家庭 他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着 试图寻找一线生机来挽回这段瀕临破裂的婚姻 学发现自己在母亲的疯狂眼前是如此的渺小与无力 康特听闻此言 顿时呆礼当场 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惊愕与茫然 他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结结巴巴地问道 妈妈怎么会找到这里的 这怎么可能 阿祖法看着康特那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 提高了音量气氛地说道 就是因为他跟踪你 我真的已经受够了 我实在是害怕极了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再过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现在就去城里办理离婚手续 彻底结束这一切 阿祖法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决绝 他已经在这场无休止的家庭纷争中身心俱疲 对于康特的未来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而康特则站在原地 内心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与痛苦之中 他试图寻找合适的话语来挽留阿祖法 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梗住了一般 一时雨色 他深知母亲的行为给阿祖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但又不知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祖法转身收拾东西 准备前往城里 而他们的婚姻似乎也即将在这场风波中 走向破裂的边缘 往城内是 百江川上啊 现在是一路产 我所听不见 一路产家 现在是一路产家 没有人 gust着 一路产家 在一路产家 这里那儿 一路产家 最难用的 一路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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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